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任务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面 已经相当多 在东方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从今天起国内航线实行新的运驾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以后折扣机票 不能够按照机票的全驾打折 而是在扣除了航空公司的上伏驾之后 对民航局发布的基准驾打折 这个变化可能很多人一下子听不明白 但是它带来的结果 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机票的价格会出现上涨 那么今天我们从各个机票销售点 就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这里是北京西单民航大厦 各大航空公司在这里集中售票 从今天开始 航空公司将实行新的运驾系统 根据新的计算方式 今后国内航线的价格上涨 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民航大厦售票厅里售票的赵女士 今天一打开工作电脑就发现 折扣信息在航空公司机票预定系统中消失了 而且价格也比原来的折扣提高了一些 我直接告诉客人不能说几折的票 直接告诉他多少钱 那比如说我们这样能看到吗 以前比如我们现在北京到上海的票 你看要北京到上海 人家过去好比说是M厂东方的是7折吧 现在就显着不是7折的价钱了 911本应相当于7.6折 贵了多少钱 贵了7折8.6 这个有4块钱左右 在售票大厅里集中了各大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口 记者调查发现 此次价格调整不是个别航空公司的行为 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实行了新系统 原来的价钱上浮了一些 没有一个具体的几折几折 是光你们一家航空公司涨吗 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一样 都提了价是统一的吗 这个是统一的系统统一做的 售票员告诉记者 早在一个月之前 他们就收到了通知要调整运驾系统 今天执行的国内机票新折扣的计算公式为 新机票折扣率等于 1-1-X与1.25之比 其中X部分为原来机票的具体折扣 计算下来原来9折的机票将变为9.2折 原来8折的机票将变为8.4折 原来5折的机票将变为6折 现在是0.4个差距 就是6折6.4 6.8的折扣这样的走向 为什么这次会调整新的运驾系统 是否此次提价跟航游价格有关 售票员都说不清楚 记者了解到 各大航空公司仍然保留了特价票和往返票 但数量较少 标准也大幅度提高 以前是4折以下算特价票 现在5.2折以下算特价票 那特价票有什么样的 跟那个正价票有什么不同的吗 不能改新发退票 面对航空公司票价集体上涨 前来购票的乘客还是有点不能接受 我觉得消费者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不了 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做火车啊做别的 那火车票肯定就更难买了 过去说是金融危机了 人人少了 人家票价降低 现在反倒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们联合起来垄断 按照新的机票价格计算方法 不仅抬高了总价 也变相抬高了机票最低折扣价的底线 今后各家航空公司 即使把基准价打到最低折扣 一折也只相当于原来的三折左右 一二折机票将从此退出市场 事实上当3月19号 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和机票代理上 接到这个通知之后 关于变相涨价的质疑声就不绝于二 那么到底是谁要推出这样一个新的运驾体系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了解 我国从2005年8月 恢复征收燃油附加费后 先后四次调高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 上调幅度达33%至50%不得 每次价格调整 也都与燃油价格的涨跌有关 那么这次涨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也联系到了国航和南航 作为国内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 对这次新运驾体系带来的机票价格调整 惠目如深 那么机票价格上涨是否是因为成本上涨呢 记者也找到了国内著名的民营航空企业 春秋航空 我想知道春秋航空的票价有没有上涨 没有 同样作为航空公司 春秋航空并没有涨价 这是否说明本次机票价格上涨的原因 和航空公司经营成本无关呢 导致价格上调只有一个因素 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 如果是同样的这些供应量上去以后 市场的需求不足 那票价还是上不去 上去了也要下来 实行新运驾体系 带来机票价格普遍上涨 不是成本的原因 这让记者感到蹊跷 而记者注意到 这次新运驾体系的始作俑者 是一家名叫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单位 他在机票销售市场中 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早在今年三月初 他就对全国的机票销售代理商 发布运驾系统停机维护 以及票价调整的通知 这一通知 很快在社会上形成了机票价格 将于4月20号上涨一至两成的传言 但这一传言 却很快遭到了民航总局的澄清 3月20号 民航总局在自己的网站上宣布 民航国内航线运驾政策 无任何变化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在发布运驾系统停机维护通知时 表述错误 但就在民航总局表态一个月后 4月20号 传言真的变成了事实 而民航总局否认涨价的声明 却成了一纸空文 我们看到在推动新的机票销售模式的过程当中 中航信一直在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设计推出新的运驾体系的是他 发文通知各航空公司和机票代理商的也是他 那么这家企业究竟在国内机票销售市场中 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一起再做一个了解 根据香港联交所文件显示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是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旗下的大型国有科技企业 是中国航空旅游业信息科技解决方案的主导供应商 中航信于2001年在香港上市 股票代码为0696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等 多家国内航企 共同持有中航信65%的股份 据了解 该公司最重要的一项业务是 向航空公司机场及旅行社 提供订票系统及客票扫描系统 目前在国内拥有超过6500家的旅行社 及58000多台客票销售中专 数据显示 2007年该公司中国电子旅游分销系统 处理航班定做量突破2亿大关 而国家民航局的数据显示 2007年全国各机场 共完成旅客吞吐量为 38758的6万人次 由此可见 当前国内航线订票和离港系统 绝大部分由中航性控制 只有春秋航空等极少数航空公司 不使用中航性系统 而且如果机票代理商要获得营业资格 必须使用中航性系统 很多航空公司把新的运驾系统称作是销售新模式 并且认为新方法与国际接轨提高了折扣的精确度 但是外界对此却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认为这是变相涨价 那么作为事件的始作俑者 中航性又是如何理解这个新的运驾系统的作用 我们也联系到了中航性 这是中航性的官方网站 按照上面提供的联系方式 我们拨打了电话 结果却是无效号码 对不起 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 网站上公布的传真号码同样无效 于是我们辗转找到了中航性的总部联系采访 嗨 您好 如果说采访这一块的时候 你应该联系航空公司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 跟咱们这儿有没有关系 涨价的事跟我们这儿都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应该找航空公司 你采访我们这一块都不太清楚这事 对 跟涨价就跟我们这边没有关系 这一次机票涨价与占据市场绝对垄断地位的中航性究竟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一次的价格上涨 谁是倡导者 谁是催动者 谁又是受益者 有关部门究竟是如何审批这一次的价格上涨 对于这一切的疑问 我们目前都没有答案 不过在这些疑问的背后 我们更关心的一个话题是 一项涉及到众多人切身利益的价格变动 它变动的原因 以及审批是否合理合法 消费者毫不知情 而且从始至终一直被蒙在鼓里 先是有传言说 机票将在4月20号涨价 随后民航总局在3月20号出面否认了这个传言 而现在这个传言居然成真 从传言到否认 到现在价格真正的上涨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为什么公众一而再 再而三的被误导 究竟谁应该出来承担责任 我们期待着真相能够尽快水落石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三四月份一向是民航业的淡季 也是低折扣机票比较多的时候 中航性新一家体系实行之后 今后不但按照新的方法来计算折扣 而且机票销售的这个电脑系统里面 也不再显示几折只是显示机票的价格 那么这种种变化会对坐飞机出行的消费者 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再来做一个了解 在一龙旅行网 机票业务部高级总监薛卫告诉我们 从3月20号 他们已经连续收到了多家航空公司调整折扣率的消息 那么新的折扣率对普通消费者出行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据了解 目前国内航线的票价由基准价和上幅票价组成 基准价每人每公里平均收费0.75元 上幅价不得超过基准价的25% 以前的机票定价规则是 卖打折票是以经济仓全价 基准价加上幅价为基础 再乘以相应折扣 而新票价系统运行后 卖打折票仅仅在基准价上打折 上幅价不再打折 正是按照新的折扣率计算 国内航线机票折扣率浮动基准 已经悄然由原来的0.5调整为0.4 实际上这个条价都是往上调了 没有往下调 薛卫也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 以上海至北京经济仓票价为例 基准价904元 上幅价为226元 全价票为1130元 以旅客购买此航线经济仓 九折票为例 按以前的算法 九折票价等于904加226 乘以0.9等于1017元 而新的运价系统运行后 算法变为904乘以0.9 加上226等于1039.6元 比原先上涨了22.6元 我们对上海非北京的一折票 做了测算 却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原先的一折票为113元 新的一折为316.4元 上涨了203.4元 而原先上海非北京的三折机票 为339元 和按新计算方法得出的 一折票价格几乎持平 从定价体系上来说 所有的价格都在往上走 你看九折变成的提升率是0.2 八五折0.3 八折0.4 七五折0.5 七折0.6 六五折0.7 却未告诉我们 一龙网络网上订票业务 覆盖全国400多个主要城市 而眼下正是旅游黄金期 这一次的折扣率的调整 让他们感到了一些担忧 消费者一个感觉确实是涨价了 但是我一直认为 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会影响他的一些购买的行为 可能比如说变成一个消极的 我想可走可不走的 就可能会不走了 对行业来说 至少我感觉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要素 可能会产生某种 这个不好的影响 和个人消费者相比 对机票价格更加敏感的就是旅行社 机票对他们来说是一笔重要的成本 那么新的运驾系统会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一旦机票价格普涨 对于金融危机之下 旅游市场的消费会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我们今天也采访了相关的旅游企业 在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了解到 尽管国内机票要执行新的计算方法 但是他们的旅游业务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从目前来说的话 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目前航空公司的调整 主要是针对散客市场的 那么对于我们旅游的团队价格 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田林告诉我们 对于团体出游的机票价格 航空公司有一个专门的优惠政策 只要旅行社单次订票人数超过十个人 就可以沿用以前的方法确定机票价格 所以团体游机票价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游客即使改签也不会受到影响 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之间是可以去 去在意的去商定的 这个价格的话是不受这种 这种软件价格的很普通的调整 我们得知 除了团体游 自由行的业务在中青旅 也占了百分之二十的比重 按照与航空公司的协议 这部分散客出行的机票 要执行新的计算方法 价格会比之前提高一到两成 不过旅行社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公司的成本并不构成压力和影响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目前中青旅各个旅游线路的总体价格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 对新的运家体系所带来的涨价效应 受影响更多的还是个人消费者 而旅行社并没有受到新折扣办法的影响 那么这次调整的是以国际接轨的名义 而记者了解到 这种接轨只是在售票终端显示方式的接轨 在价格折扣方面并不是如此 那么这次运家体系的改变的背后 是否存在着价格同盟的嫌疑 我们也采访了相关的法律专家 您是如何看待今天开始实行的 这种新的民航运家体系呢 我认为首先它肯定与反垄断法的精神是相抵触的 因为反垄断法它的目的 它的第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 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反对垄断 第二保护市场竞争秩序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我们才需要反垄断 而现在就是说这样 政府统一抬高产品的价格 它首先我觉得是 损害了市场竞争 进而它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当然它也损害了企业的定价自主权 也损害了企业的经济效率 我认为这个和我们反垄断法的精神 明显的是相违背的 但是民航局和航空公司都表示说 他们这种价格的调整 是为了跟国际接轨 那么您认为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说的话 能达到这种接轨的效果吗 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航空 就是民航的这个飞机票 我觉得是不便宜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 我说我从布莱美 从德国的布莱美到意大利的维尼斯 我买了10个欧元的飞机票 在欧洲这个飞机票打折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因为存在着普遍 老百姓可以买最便宜的机票 我认为这样的打折对老百姓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我想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反对这个飞机票 去打折的这种现象 因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竞争 因为我们既然是搞市场经济 为什么不容许企业搞市场紧张 不容许他们搞价格紧张 我们在旅行社采访的记者还了解到一个情况 就是这一回的话 机票折扣政策的变化的话 只针对普通的消费者 像旅行社的话 他们跟航空公司签了有协议 打折的方式是不变的 您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这样的话 比方说他这个游会是五花八门 特别复杂 那么对于普通的 它的透明度就比较差 那么对于老百姓 真的你就不知道 你票价到底应该是多少钱 那么我想这个 它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从城市水电费到邮政资费 到景区门票 再到执掌不跌的成品油价格 借于国际接轨之名 行涨价之实 这些年博弈的结果 已经让消费者对这样的举动 不再感到一丝的惊诧 现在机票的价格 也搭上了接轨这趟车 走上了涨价之路 揭开了接轨这张皮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底是谁在幕后 推动这个所谓的 全新销售模式的诞生 表面上看 中航信只是一家 信息公司上市企业 但是相关部门规定 航空客户运输的价格 必须要通过中航信的 信息系统来发布 而我们查一下 它的大股东名单 我们就会明白 国内所有的大航空公司 都是赫然在列 中航信站在了涨价的前台 它的背后 实际上是航空巨头的身影 如果说中航信的身份 让它难脱利益联盟 这个嫌疑 那么它这个 全新销售模式的设计 更是让人怀疑 它真实的动机 就在新运家体系 紧锣密鼓 走向前台的时候 我们还注意到 这样一条 关于民航业的重要消息 说去年 国内三大航空公司 是集体的出现亏损 将近280亿元 创下了历史记录 从数额上来说 这几乎占了 全球民航业亏损的一半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 三大航空公司的巨亏 跟这次变相涨价 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们难免会追问 为什么机票定价体系 召集于国际接轨的同时 航空公司的业绩 却不能够跟国际接轨呢 我们也注意到 有网友分析说 这次变相涨价 是三大航空公司 希望能够借此来弥补亏损 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当中 任何一个行业的亏损 都不可能靠一厢情愿的涨价 来进行弥补 想要改变航空业亏损的局面 只能靠着改革民航体制 提高管理水平 不管是以前的恶性竞争 还是现在的价格同盟 其实都是在引证止渴 好 今天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中央电台经济》 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